有人说孙军是电影《满江红》的少年将军 其实还真不是 古人普遍早婚早育 十几岁活成了现代人的三十几岁 当然平均年龄因为医疗不健全等原因 也是大幅缩水 有时候碰上的老来得子的 例如 孙军他罢生了孙军 孙军没法而选和谁当亲戚 不认过大师张大师外甥都不行 张大为了金钟报国的理想 进水楼台仙得月 可这孙军一只羊蒿羊毛 孙军是走狗吗 这大外甥可太有发言权了 一起来看看详情吧 满江红 孙军不是走狗 结局逼着贾秦桧说出了岳飞遗言 凭了张大的一南平 真秦桧洗白梦碎 露出庐山真面目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除了孙军策马扬颠 要去寻那不用当走狗的地方 孙军姐姐可真行 成天给人洗脑要爱国 亲儿砸张大和亲弟弟孙军无疑信念 岳飞背后四字惊中报国 张大搞了个同款 向偶像致敬 孙军默许了 说明骨子里和张大是一类人 只好暂时走了岔路 张大不渴着孙军或渴着谁 岳飞死了好几年 临终一言没人知道 除了继续春风得意的秦桧 追星始祖张大为了自家爱豆的生前生后名 不仅以命入局 还要拉着卖一不卖身的青楼相好姚秦 以及年纪能当自己儿子的小舅舅孙军一起入 姚秦对此有没有意见都不能咋地 孙军一开始是猛的 后来才get到了张大的点 欺命如贾秦桧 结局被孙军挟持着 更是被爱国耿之配着 背出了岳飞的满江红血怀 这就是岳飞的遗言了 贾秦桧功成身退 领走了影片最后一份便当 最后真秦桧没死孙军也没死 没人知道孙军反了水 不愿再当走狗 除了孙军自己